请问你知道端午节的来历吗 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 端午节这一天 人们都要吃粽子 华龙粥 为什么呢 听完下面这个故事 你就全了解了 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啊 一共有七个国家 他们之间呢老是打仗 谁都想统治其他六个国家 特别是秦国 他的野心啊特别大 经常无缘无故的 就去侵略别的国家 其他的国家就想出一个联合的办法 来抵抗秦国的侵略 其中有一个国家叫楚国 他的国王非常糊涂 还不喜欢别人对他提意见 可楚王身边却有一位伟大的诗人 名字叫做屈原 他不仅能写诗 还对祖国特别忠诚 经常指出楚王的错误 想让他变成一个爱国爱民的好君王 可楚王一点也听不进去 还对屈原逐渐讨厌起来 有一次秦国又想来攻打楚国 屈原听到这个消息啊 急得连觉都睡不好 他想 这次秦国派来的军队太多了 光靠我们自己肯定打不过 我得想个办法 于是他就想啊想啊 终于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便连夜跑到了楚王的宫殿里 这个时候楚王睡得正香呢 他被叫醒以后 气得不得了 冲着屈原直嚷嚷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深更半夜的 连觉都不让我睡 屈原忍住没有生气 平静的说 大王 我听说秦国要来攻打我们了 楚王一听 吓坏了 连忙说 啊 那还不快 快让士兵守住城门 屈原说 大王 这次秦国派来的军队太多 光靠我们自己是守不住的 我们只有派使者到齐国去 请他们和我们一起抵抗才能成功 谁知楚王听了袖子一甩 扭过头去 生气的说 哼 让我堂堂一国君王去求别人 太过分了 这事以后再说吧 说完 他打了个哈欠 又转身回宫睡觉去了 后来屈原不甘心 又向楚王说了几次 让他觉得很不耐烦 最后 终于随便找了个理由 把他发配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屈原在路上 看见百姓们生活艰难 还要遭受战争的折磨 自己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因此 又痛心 又愤怒 觉得只有死去 才能够对得起天下的百姓 于是 在公元前278年的 五月初五这一天 他经过蜜罗江的时候 就在脚下绑了一块大石头 跳江自杀了 百姓们听到屈原自杀的消息 感到非常悲痛 纷纷乘着船到蜜罗江上悼念他 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吃掉他的尸体 也为了屈原的灵魂在江里不会饿着 每一年的这一天 人们都会将自己家里好吃的东西 投进江水来祭祀屈原 有一天 一个老爷爷做梦的时候呢 梦见了屈原 原来屈原是来托他向百姓们表示感谢的 可是梦中的屈原好瘦啊 手脚都细得像柴鹤一样 老爷爷很惊讶 就问他 大人 您怎么这么消瘦啊 我们不是给您送了很多好吃的吗 屈原笑了笑说 我知道 可是那些东西都被江里的鱼呀虾呀抢走了 老爷爷一听这话 一着急就醒了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人们 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突然一个小孩喊了起来 我们用竹叶把东西包起来不就行了吗 那些鱼呀虾呀的 以为这不是吃的就不会抢了 人们听了 纷纷称赞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 人们就把好吃的包在竹叶里 做成菱角形的粽子 又在五月初五这一天 把送粽子的船雕刻成龙的形状 来吓走江里的鱼虾 这样 屈原就能吃上人们送来的好东西了 而端午节吃粽子 华龙粥的习惯 也就一代一代的传了下来 Born for EDM